Lio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瑪莉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高原的天梯阿拉伯地圖 難得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阿拉伯以外的地圖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打得版有趣的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這場地圖的特色吧 這場地圖特色其實跟阿拉伯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這個有這個河流 那河流的部分裡面有非常多的魚群 像這個金翔魚群阿還有這個香龜阿賤魚群阿 都是裡面特有的魚阿 那這個魚就比較顯得正常一點 至少這次海裡面阿 這個河裡面沒有海豚阿 這之前蠻奇怪的河裡面就有海豚 真是太慘了 好 那野外的部分呢 養的話好像沒有比較多的樣子 好像跟阿拉伯其實差不多 好 那果子一樣的手藝出 黃金一樣是一個祖金 然後兩個副金 然後祖石跟副石 還有一個野金 都在自己的河流海域裡面 所以如果你們玩到這張圖的話 通常可以把它當阿拉伯來打 那路口只有一個 就是有阿拉伯的感覺的黑森林 然後可以渡海過去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張圖其實打一個 海陸複合有優勢的圖起來不錯 例如玩這個日本阿 或是達魯皮圖之類的阿 其實都是有蠻大的優勢的 那這張地圖剛好這兩位選手 可能都是玩隨機的關係阿 所以我就選了瑪麗跟法爾克人 好 那我們就來拭目以待這場比賽吧 好 先來介紹一下瑪麗人 瑪麗人是這次改版最強大的文明之一阿 跟印加一樣都是改的非常強大 他的這個金礦呢 他挖得快 然後又挖得久 攜帶量又高 好 所以讓瑪麗人在封建時代 城堡時代 地龍時代 都有一個不錯的金礦加成的關係 所以並不會太弱 那他比較特殊的一個科技 是這個彪漢騎兵 彪漢騎兵可以讓自己的輕騎兵 騎士駱駝都加5攻 但是他又沒有3級攻 算是平衡樂福一下 但是其實傷害是蠻高的 駱駝可以高達14攻的傷害 好 那瑪麗處之外 還有這個強大的廢刀女獵手 但這個女獵手其實不太好出場 除非對方打太多陣不便的情況下 才會拿出來使用 那瑪麗人還可以打這個賤兵勇士 那他的賤兵勇士 是遠防最高的賤兵勇士 但是他沒有軟甲 算是有點平衡一下 那瑪麗人 瑪麗人如果 如果要打這個雙手賤兵的話 這個賤兵勇士 就是要到蠻後期 前期打有點無力 但是最近Viper有示範 前期使用瑪麗的賤兵勇士來打 其實效果還不錯 因為有點顛覆大家對瑪麗人使用賤兵勇士的印象 就是要地龍時代才可以打 那Viper最近都在城堡時代就開始打賤兵勇士 都在打長賤兵這個打法 所以並不會說瑪麗這個能力 一定要到地龍時代才可以用 現在比較沒有這種說法 好 接下來看一下對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話他的吃果子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是其實吃果子是採集效率最差的一個食物 但是有增加這個速度加成的關係 所以並不會吃起來非常那麼慢的感覺 而且他還有免費的這個農田技術 所以讓法蘭克人一開始的肉量就會比較穩定 經濟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因為你的木頭消耗會比較少一點 人家撒兩片田 兩次農田只需要撒一次 這個差距就會慢慢拉起來 反正村民就不用拔這麼多木了 攝影的木材就可以拿去買賣 或是蓋更多的軍營 買舊之類的 或是撒更多的農田都可以 那法蘭克人一開始的一個細節 就是黑暗時代的話 刺猴的血量是一樣45滴血 但是到了封建時代的時候 直接給兩攻之外呢 還會再增加9滴血量 但是取的袋子是自己不能研發品種 所以瑪麗人如果打刺猴 然後點品種的情況下 法蘭克人是會打輸的 這個是玩法蘭克人的時候需要注意的細節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這個法蘭克人 他雖然工兵路線是非常爛的 沒有三防跟三攻 工兵路線非常差 但是他有這個指輔兵 加上自己的火槍兵 所以打到後期的話其實也不會太弱 不要去打工兵路線就好 或是直接塵寶石來打奴兵 奴兵然後轉奴砲都可以 那一樣還是比較建議打這個騎士爆 去針對對手 很多玩家 信聰玩家會說 欸法蘭克人每次遇到 那個有駱駝果的時候都很難打 其實喔 法蘭克人更適合打這個 級兵加上騎士的打法 就是步騎戰隊喔 只用這個步兵加騎兵的聯合打法 對方就算出駱駝也不會太害怕 而且你還可以戳爛他 因為本身遊俠這個單位喔 就是攻擊力很高的單位 而且血量又多 所以就算真的被駱駝砍 就是也會有點算是接近五五開 但其實是四六開了 所以再配一些級兵的話 你可以打出更大的優勢出來 因為他步兵科技是全滿的 而且你通常玩騎兵路線的話 攻擊也會升嘛 那你就是之後只需要升防禦就好 你的級兵喔 也可以吃到攻擊力的紅利喔 所以本身喔 法蘭克人這個打法 算是比較強勢一點 我也比較推薦喔 玩家們這樣子玩 好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五隻漁船 應該是捕魚 那這個漁船位置放到滿中間的喔 這個是充滿自信的表現啦 他覺得自己比對手強 超猛 超勇的喔 直接蓋在正前方 其實並不是喔 只是單純是 這邊是離 離馬力人比較近的地方的合域 那法蘭克人最近的合域是在左邊喔 所以把這個漁船蓋在旁邊 那這邊是一個提早上封建時代喔 並不是打直層的關係 所以這邊有 曼下火蒙筒 瑪麗這邊雖然也是打一個封建時代 但是他這邊P數有點快要可以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支援上市有一點點喔 再曼個夜兩村上的話可以直接直層 那我覺得這個P數稍微慢了一點喔 但沒有關係 好 這邊直接在前線補了一個火戰船 準備要來燒了 好 但是瑪麗人這邊是極力反抗 那目前瑪麗人打海戰的一個能力條 其實也比法蘭克強 因為我們剛剛前期有講到喔 這個金礦的挖掘速度很快之外 吸量量多 雖然他的黃金庫存其實很多 很容易打贏一開始的海戰 好 這邊趕快漁船拉一下 可以 戰船完出來 好 火蒙頭出來 那昨天有看到這個留言喔 觀眾說他還真是喜歡玩敗戰艇喔 那我也覺得敗戰艇確實也很適合 畢竟攻擊速度快喔 好 再來之後再點一下希臘之火 這火戰船的殺傷其實蠻強大 但是要玩這個敗戰艇的 哇 這個能燒掉嗎 哇 砰 兩艘殘血 然後這裡有一隻村民再修 這要先燒村民喔 OK 先燒村民有 但是自己的船可能要先被燒掉了 好 這個漁船也有點危險 看完霸彈艇有個細節喔 就是這個 要小心對放自爆船 因為火戰船是很怕自爆船 就像剛剛那樣子喔 他要燒這個自爆船其實是很難燒掉的 好 現在水龍越來越多 兩方都可以稍微 拉村民過來修一下戰船 只要一直保留戰船的數量 然後一直跟對方附打 欸 這邊可以趕快偷燒村民 完蛋沒機會 這裡要趕快先撤 這邊再讓血多的火戰船出去 再稍微一波回頭 好 後面這個村民血量其實有點少喔 要不要嘗試硬拉去殺村民呢 沒有 又選擇回撤 繼續讓血多的 這個戰船到前方輸出 好 那漁船就跑到右邊繼續撥 兩邊都是很努力在打海戰 這邊可以嘗試按幾艘自爆船 而且這個碼頭離這麼近喔 其實更容易遭到馬力的漁船 OK 後面這裡有個自爆船過來 這邊炸一下 哇 看這個血量直接爆噴 這就是我說打火戰船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你玩霸彈亭 一定要特別注意火戰船的襲籃 你通常火戰船這個自爆船 藍尼火戰船是跑不掉的 像這樣子 哇 更炸爛 馬倫克表示 1歐4 啊 心碎了 是我就心碎了 有沒有 誰出自爆船 這個火戰船的一個局面 馬上就被打破平衡 有些新手觀眾可能會問說 那自爆船怎麼處理啊 第一最好的方式就是轉戰船 戰船雖然夠多了 直接把它點射掉 讓它沒有自爆的機會就可以了 好 這邊自爆船要優先來炸魚船 這個魚船能炸到嗎 OK 炸到一個火戰船 加上少魚船其實不虧 看起來法蘭克人的海域優勢慢慢沒有了 欸 這邊按 按一隻 運輸船 是要 這是按錯嗎 但這裡沒有村民欸 欸 不怪的喔 好 那 法蘭克人這邊好像是有打贏伺候的樣子 馬力的伺候不知道是什麼 躺在地上 欸 真的有打贏 剩下四滴血 血量優勢啊 好 那應該是 看起來是由馬力拿下這個海戰的 那 法蘭克人這邊其實也不太需要 這麼專注在打海喔 雖然沒有把這個河道拿下來是有點小虧喔 畢竟這河道的資源喔 全部吃完都已經有好幾千了 但他自己反而可有這個農田技術的一個加持喔 其實經濟農上去喔 跟打銀海 有沒有打銀海其實沒有太大關係了 但就是要趕快上到城堡時代 開農嘛 才不會落後太多 那我覺得四代的這個海戰喔 就是有沒有打銀海 差距真的蠻大的 但四季地我二就感覺還好 租掉海的話 雖然是真的會弱勢一點點 但是沒到完全打不贏的狀況 四代的捕魚效率實在太好了 好 OK 這個漁船燒了一波 應該是放棄治療了 喔 這邊直接偷渡 四隻肉馬 OK 海上打不贏 我就打陸地 那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這裡補更多的碼頭是為了要 讓這個漁船 補魚的時候可以把這臨近的海岸的魚 放著這個離碼頭近一點 就是蓋模仿的概念 好 瑪莉這邊看到赤猴已經溜進來 趕快蓋TC防守 再把自己家裡維持 防守速度其實算蠻快的 好 馬上補下重裝長槍兵 那現在這個時代 不是算這個時代 現在這個版本 升長槍兵的速度快 而且造價又低 好 兩隻至三隻喔 其實就可以出門 其實兩隻就可以出去了 砍赤猴就綽綽有餘了 好 這邊赤猴直接放棄治療 硬砍防霧 好 長槍兵過來慢慢走過來 欸 這邊我看到直接控好 好 這邊 村民留了一隻進來 到處探圖 蓋房子 好 最後到處拆一下這個操站 好 反而靠在右邊偷偷蓋了碼頭 難道是要來重新 打海戰了嗎 重返農耀 哇 這人呆出了 火猛蟲開出 這邊生魚有點危險喔 現在出生魚是 隨時很容易會被 生魚給 會被刺頭給解決掉的 這裡村跑出來 哇 抓到爛斷村民 哇 看來這四隻 刺頭還是做到蠻多事情 好 這裡一個人獨自蓋寶 但這個 少戰應該是有看到了 趕快拿這個 生魚來招翔一下 但是生魚 有可能直接被砍死 兩刀就會死一隻 生魚啦 哎呀 哇 這個 看來有時沒救 三下 死去 喔 反人客人這邊打一個 最濃喔 連手推車都是補下 這邊也稍微抽一下 OK 那馬力人補下奴套戰船的升級 待會還是要來繼續打海 這樣 那有可能是看到右邊這兩個碼頭 所以想要讓他打海 好 這邊火戰船一直有在巡邏 看你有沒有脫蓋碼頭 好 投石車這裡來不及 雜道直接死去 所以這根城堡將要蓋好 沒想到要讓法蘭克人這邊順利 蓋好城堡啦 哎呀 蓋很了 這個男人 一個人 讓一個村民蓋完一整棟城堡 真的是灌老闆的極致啊 好 直接出指輔兵開丟 好 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法蘭克人指輔兵 打步兵是很強大的一個單位 OK 這裡沒有剩攻防 所以看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其實數量一多 這打起來是很給力的 所以是打 不管是打對方騎士啊 步兵 都有一定的傷害力 好 這邊有勝率直接招戰船 稍微克制一下海戰平衡 好 這裡補下更多城堡 開始防守自己家裡的領地了 好 瑪麗人這邊優先上到帝王時代 因為有這個海域優勢喔 肉量其實蠻足夠的 但是農田喔 待會還是要補一下 因為到了後期喔 魚爽也是會吃完 好 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正面 正面這邊有非常多的馬舅 開始要來爆馬出來了 這邊開始在補彩晶耕種 然後三攻 二攻 三防 欸 二防沒點 反而客人這邊升級有點lag一下 好 瑪麗優先點下了 化學 欸 剛剛血消掉了 化學好了 不好意思 化學生 然後騎士精神 一個重重騎士 輕騎兵二防 OK 直接潘科技 潘到最強 好 那瑪麗這邊還出了幾艘火炮戰船 再來沿岸掃蕩 沿岸的城堡 好 這邊刺猴過來想要解 但是有火槍跟刺猴後面海洞城堡 這個能順利收掉嗎 上一期有點差強人意 邊攻擊力還沒升完 清洗兵上一期也不太夠 好 這邊看來是要被解光了 我們繼續往下蓋建築物 火炮這邊可以即時出來 但是只有足夠的兵可以鎖住嗎 瑪麗人這邊逐漸慢慢強退過去 這邊反而客人繼續出騎士 但是現在有生旅喔 現在出騎士好像有點 有點送的感覺 這邊稍微撤退一下 這三攻好 這邊應該是等不到遊俠了 好 好久不見了 飛到母女獵手 再次改版了 飛到母女獵手的血量 變成40滴血 那升到精堆的話 有50滴喔 其實數值稍微提升了一下 不然之前的血量 比這個村民還要少 用起來真的是綁手綁腳 而且又很害怕 箭矢跟盡在傷害 而且跑速也容易 也容易跑速其他的騎馬單位 但是連這個老鷹 都不太容易打贏 這有細節喔 他至少把這個遊俠放在家裡的馬舊升級 OK 這個小小的細節有注意到 沒有讓這個遊俠噴掉 來看一下這個火炮戰船在哪裡進攻 這邊沿岸開打 這邊均勻托斯基架起來 但是火炮戰船有海的優勢 兩炮 要三炮 才能打掉一艘巨型托斯基 喔靠 中了 我剛剛想說應該不會這麼準吧 哇 火炮戰船直接沒了 可以這邊反擊一下 左邊慢慢推了回去 這邊飛到努力的時候 沒有看到火炮 找到之後反應回去 這邊想要修理 但是 X被弄掉了一艘 OK 遊俠已經集結 11隻遊俠已經蓄勢待發 科技全滿的遊俠 騎士精神也補下 黃金 待會再大爆彩一波 直接來個一波遊俠 衝進去 就很猛啦 那瑪麗這邊的話 可能要近早轉出這個 飆悍精神的駱駝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這邊海戰就出戰船 戰船沒有空喔 有點在送 因為他現在有點忙喔 現在上方這邊也在打 遊俠直接過來解 遇到長江兵還是有點難受 直接被戳爛 好 後面這隻村民還是沒有死喔 繼續在這邊蓋房子 出遊俠這邊鬧 好 瑪麗人就不能專心打前方了 要一直顧家裡的領地喔 有沒有這個 也不乾淨的問題喔 好 繼續投資機過來 遊俠數量來到了25隻 現在繼續產出大量的遊俠 好 那這邊火炮很有效的 客製海上的戰船 海洋戰船也不敢掉我輕心 兩方在互相打 打這個 好 跑跑 喂 好險 他有空 剛剛想說這個可能要掉啦 OK 這種戳死了 在島上的唯一的島民 這個南村民光榮的死去 做了很多事情 好 但這邊 待會馬林就會專心打正面 但目前法蘭克人正面也打不太贏 因為現在有太多的 弩炮戰船跟火炮戰船 所以正面海洞城堡 所以這邊還是加固的 木牆跟石牆 雖然這個木牆打破 就應該可以從這邊左邊 丟進去了 這裡沒有為好 好 那這邊火炮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把這個5艘的火炮戰船 打到死者三艘啦 但目前法蘭克人居然還在點這個 海域科技喔 航海技術也點下了 看來還是多多少少有點心事喔 想要把這個海 打好一點 或者是想要打偷舵 直接把這個 航海技術點起來 這邊 火炮繼續給壓力 欸 退 倒了 我就知道 這個倒了 倒了 很準很準 那這次火炮戰船也有改過 就是火炮戰船現在可以踢地板 哇 這個城堡 沒取消掉欸 是有取消掉還是沒有 哇 尷尬 直接被砸掉欸 給你看不太出來 到底有沒有 好 這邊果然是要來打登陸囉 運輸船準備要運過來 但這邊有看到 這邊剩了一個二級射 遊俠還是成功登陸了 遊俠還是成功登陸了 但還好 這運輸船沒有佔滿十隻 遊俠過來 直接擠到巨型頭十一 沒有問題 這邊戰船有點不受控制 好 這邊火炮 好 這邊火炮 戰船 可能 要小心一點 因為後防火炮一直在虎視眈眈 哇 又中了 哇 遊俠直接跑到家裡開始鬧啊 瑪麗蘭這邊先升優先升級的步兵科技 好 這邊 這邊 把蘭克的火炮繼續輸出 砸掉了非常多的戰船 OK 又可以解掉了 好 但是這邊火炮數量開始減少了 半邊四個火炮 好 遊俠在後面砍了一些村民 但長長兵也是即時來趕到 OK 補下部落旅舊 那這個TC就會自動射箭 而且這個箭矢數量相變成八隻箭矢 非常多 攻擊力的話是八弓 其實還不錯 這邊要跑一下 哇 這個戰船一直有在送 應該把他控得很好 沒有辦法 這個城堡已經射掉非常多的戰船了 這跟城堡真是價值連城 這跟城堡真是價值連城 好 這裡補下植斧並升級 寶國斧也補一下 目前法蘭克人還是不敢掉的青星 不敢直接從這邊打登陸 哇 這裡這麼多巨頭 看來是不是要解決掉 但是巨頭被換掉一台 好 再來一發 直接全面上前 開始輸出火炮 欸 怎麼撤退 打完城堡直接撤退 這三台火炮也可以輕鬆撤掉 好 大軍遊俠一樣在山坡地上面 等待對方的入侵 但瑪麗這裡也沒有想要優先打 打進去 還在升科技喔 支援量已經破3000多了 這個就是一般的場次 但這兩邊的分數其實也蠻高的 都有2000分左右 其實也不是 也不是不會玩 只是跟我們平常看到的 白扼跟NPL他們 這個支援量不太容易爆到2000以上 爆到2000、3000、4000都有 非常奇怪的數字 這個通常會這樣子是因為人口滿的關係 再加上自己太 過於超兵 這個在操控這些兵的關係 會導致自己很容易爆這個支援出來 然後這個地圖又是沒辦法輕鬆渡河的地圖 所以要爆兵也不是那麼容易 反而客人這邊想要 反而是想要用這個運輸船 運兵過去喔 但反而實在太困難 而且現在海域也完全打輸 這邊再用火炮拖幾艘 好 繼續補一下船屋科技 增加一下這個船的跑速 好 下方蓋了一些碼頭 反而客人這邊要來大軍集結 想要上船呢 這邊一上船可能會出事 會直接沉船喔 好險沒有上船 反而客人這邊遊俠集結 但是被馬力人發現 你想要這邊打登陸 那我就摳更多的戰艦過來 OK 反而客人被鎖在家裡 其實很不適舒服 大家的情況也快挖完了 那其實馬力人還可以偷偷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對方貿易 馬頭按個體燒 然後留一個最遠的這個馬頭 然後這邊再蓋一洞城堡 好 不要撕到馬頭 就可以跟他偷偷跑貿易了 可是我以前 登月菜的時候有玩過的玩法 偷偷跟對方跑貿易 對方還全然不值 兩邊都沒黃金的情況下 欸 想說奇怪我怎麼還有黃金 因為我在給你貿易啊 啾啾 這個打法有點懷念 好 這邊直接圍一下 看來是不是很怕對方的登陸 那馬力現在可是沒有閒暇意志 想跟對方貿易了 他現在只想弄死對手 好 這邊上面的馬頭也順利的拆掉 火炮這邊輸出打得非常漂亮 這應該是法蘭克人現在打到最好的地方 但 唉呦 這邊是有打算進攻了嗎 這邊直接拆 岸變成建築 法蘭克大軍直接直接在馬力家門口 馬力但是這邊也已經準備好駱駝在等他了 你敢進來我就出去 我的飆悍精神也好了 駱駝7加7 十四弓 城堡也在逐漸拆除 但這裡有點像這個城堡的科技 OK 正面直接溜了進來 這個是深冬即西 戰術嗎 下面蓋馬頭 正面直接硬打 駱駝大軍能抵擋得住這一步的交戰嗎 後面還有大量直斧兵開始輸出 兩邊血量掉得很快 但是這裡是彪悍精神駱駝 打遊俠是綽綽有餘 直接咽了過來 除了打這個遊俠之外 打這個直斧兵三也是一級高 後面還有這個TC會自動射擊 補足了非常多的傷害 法蘭克人這邊直接被大軍殲滅 哇 這個部落的精神突然覺得很有用 輸出了非常多 好 那這邊第一波交戰由馬力打贏 打贏之後但馬力的志願也見底了 黃金歸零 好 法蘭克人這邊還有一些黃金 這裡開始補下了 護衛技術跟長陽兵的升級 那剛剛我們開頭有講 對上有駱駝的時候 法蘭克人趕快出擊兵來打 其實是還打得贏的 好 這波路前進來 火炮還在殘 但是後面的飛刀魯獵手也出來了 飛刀魯獵手也生到精銳了 哇 兩邊有錢成這樣子 那這些飛刀魯獵手是要來打這個騎兵用的 我俗子對方一隻騎兵都沒出 所以現在駱駝有點無雙 想砍誰就砍誰 好 就算馬力沒有這個黃金之後 還是可以出肉馬 風值也是14公清騎兵喔 跟駱駝傷害一模一樣 所以用起來也不會太差 雖然血量少了一點 沒有這個大肉馬 哇 正面的直撫兵直接被上去硬坦 後面飛刀手一直在輸出 法蘭克人受不了打出了GG 哇 這場雖然看起來有點沉默 但其實蠻多的一個細節交戰跟一個心理搏鬥 其實看起來蠻有趣的 而且這個遊俠也直接正面硬衝喔 也是給大家一個警惕阿 遇上馬力的時候 正面硬剛並不是一個好辦法 有可能會送掉你唯一的優勢喔 然後打出了GG 是很有可能的 呃 我覺得 其中分段時候 如果你真的進入焦左戰 可以嘗試用一些垃圾兵 去跟對方互換 黃金兵真的當作自己的壓軸就好 不要輕易的把自己主力送掉 這波主力送掉之後 基本上就無力反擊再重新集結 第二波的這個軍事了 雖然要集結是可以喔 但是黃金可能沒那麼多嘛 所以你第二波的軍事 可能就會有點遜色於對手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方經濟喔 那這邊有馬力 黃金 哇 兩萬一 活生生多了快要四千黃金喔 三千 三千多一點點 那石頭的話是多一千 那石頭的話是輸了大概八千肉 好 明明馬力拿下了這個海域喔 但是輸了反客人 那反客人由於是自己輸了海域的關係 所以大大爆撒這些農田 那用免費的這個農田科技 輪走技術跟手術很早就補下了 所以經濟來說的話 會比馬力人再更好一點點 但是馬力這邊還有這個木材上的優勢 因為他這邊還在打得多 所以肉會自然少一點 好 呃 目前看起來馬力人的一個打法 還算是比較保守 但是卻有用 雖然剛剛法蘭克人火炮秀的非常漂亮 讓這個馬力的戰場一直被換掉 非常虧阿 那後期這邊法蘭克有點 想持不住阿 存不住氣 直接衝得出去了 這有點致命傷阿 但也沒辦法 不然就是要等馬力進來 但馬力也是沉得住去 我就等你衝 等你衝 換我再衝 這算是一個比較有趣的 一個海戰衝鋒的細角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